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子基础 来讲局部的关子技巧 就是怎么样收关 就是每一个局部的一些手段 我们先来看这个棋 这个棋如果普通一打 黑棋走 把它接住 这里边就没棋了 这个比较明显 你点它挡 你靠它挡 这总是有一只眼 所以这棋总是想着要扑它一下 先扑 它提了再打 它接住 这个棋就有问题了 这个形状是有棋的 这棋点这一步 如果扳 你小剑 打接住 这是个双活 谁也吃不了谁 这个不能考虑 白棋扑进去打结太重了 那成打结活了 不能立 黑棋立它一肩 这样不行 但是它有个小肩 这就是打结活 这样有棋 如果肩 如果小肩 它有力 你爬它挡 你爬它挡 这也是双活 你团 它挡 这都是双活 具体呢 这两个下成这样呢 监力 那白棋呢 还是有所选择的 跟黑棋 白棋呢 不一样 比如说 现在 白棋爬 黑棋 下这一步 白棋有一幕 黑棋 没幕 不要下这 你如果下这一步 给它一挡 黑棋一人一幕 这地方呢 白棋这样呢 就亏一幕 其实呢 不止亏一幕 经常呢 下成这样 还会 实际上是亏了两幕 因为呢 这地方是半个 这地方是半个 这样呢 如果盘面七幕的时候呢 下棋 如果盘面七幕 我们贴七幕半的时候 盘面七幕的时候 本来是该 白棋下最后一个 但是白棋最后一个呢 下不进去 白棋最后一个 下不进去 这样的话呢 白棋下进去 是赢四分之一 现在下不进去 一人一半 这样白棋呢 还要 输的还要多 四分之一 下不进去 这样白棋就变成 输四分之一了 盘面虽然是七幕 但是白棋输了四分之一 因为白棋这一步呢 下不进去 这是说呢 中国规则 我们鼠子的时候 有这个问题 鼠木是一样的 这大家都没目 那还是 如果盘面七幕 那还是白棋呢 白棋赢 白棋赢半目 如果鼠子的话 由于白棋这一步 下不进去 下不进去呢 黑棋盘面上呢 就多一个子 所以呢 在中国规则 鼠子的时候 这地方有注意 盘面七幕呢 白棋正好输 由于油眼双火的话 白棋输 就等于白棋输四分之一 那就黑剩四分之一 这种输不多 一般都是白剩四分之一 这样油眼双火的时候 是黑剩四分之一 这地方是要注意的 这机有个双火 所以这机扑提了打 那作为白棋说篮 如果补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补这个是七幕 如果接上 如果接上 那就走 这样呢 就是一幕 差了六幕 那还是接上好 这个比六幕呢 稍微大一点 接上它点 它扳 它尖 就下成这样 白棋打接 这里头有个双火 这个棺子是铺 那更多呢 主要你要熟悉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是有棋的 给它一点 是要出棋 你尖它就立 你扳它就尖 这个形状有棋 下面呢 再来看这个形状 第一杆 那就是夹 夹这一步 这第一杆是来夹 但是呢 现在你如果夹 它就接住 你扳 扳过 那白棋挡住 要挡 是好手 要挡 你打它就接 提了 小尖 你接住 这样黑棋是后手 白棋一二三四 白棋是五幕 黑棋是一幕 白棋呢 相当于是四幕 再打 打的结果 加的情况 第二 白棋呢 整个有四幕棋 加 所以这部加呢 当然首先不要扳了 你扳的话 它一并 你就没什么棋了 或者弯 你跳它就团 你接它打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目数就更多了 是加 那么现在呢 加虽然是可以 但这样落后手 白棋呢 一共呢 还有四幕棋 所以这棋呢 就不如断 断就比较好 断它只有打吃 它不能退 退呢 你把这三个吃了 它吃你提 一二黑棋 还长六幕 那白棋一拐 一二三四五 还是那么多 白棋挡的话 虽然多了一点 但三个吃了 还是太大 所以断 那就打吃 这时候你再来吃 这是正确的下法 先断 再打 它也只有提 这时候你尝 白棋呢 立下去打结 不像 立一打 这个结太重了 一打一打提 提完之后呢 接住之后 再一扑 那整个白棋呢 也都还不活 所以白棋 扳也不行 扳底下 它可以打 这四个死了 扳这边也没用 扳这边它打 接不住 接它一打 是接不归 你想吃它 接不归的时候 它一提 这个粘不上 这个是连不上的 所以一打完了一顶 它就只有接 那这时候再打吃 接住 黑棋呢 再把这个接住 那白棋只有 在这儿去坐眼 这样一二三四 四木正好不到 四木正好不到 一二三四 因为这要有个扳 扳完了 有接 这样木数呢 黑棋呢 就便宜一点 黑棋这个加 加段呢 就比加便宜一点点 因为刚才那是四木 现在一二三四木 四木正好不到 刚才看的是五木 但是黑棋吃了一个 所以还要减一木 就是刚才单加 是要减一木的 所以这黑棋便宜一点点 所以棺子呢 应该加 棺 棺子应该断 应该断 断完了再打 加的话 比断呢 稍微亏一点 亏不到一木 大概半木都不到 所以这是断 但断呢 比加便宜半木 但是这两步呢 都可以加跟断 但是你总的说来 要看着这部加 看着这部加就不错了 当然你如果能下出来断 那就更好了 在这地方来收惯 好 下边呢 来看这个棋形 下边这个形状 普通的打是没棋的 你打它长 这没棋 打它就长 你打这个也没棋 打它立 没用 你接不住 这地方空的一气 你吃提吃接 还是没有用 但是这棋呢 有靠 有靠这个 它如果顶 又冲 这个棋撞紧了 这个棋撞紧呢 它打就接 这四个死了 所以它不能顶 加也不行 加它仍然有冲 跑不掉 那吃它接住 那吃这边 它也接 这个跑不掉 所以靠的时候 它只有顶住 顶住呢 还是不能吃 吃它有力 还是不能吃 但是呢 就可以吃这个 它只能跑 它长的时候 再一力 这时候白棋呢 从这边 不入器 这边不入器 这边吃不进来 这样黑棋就跑掉了 白棋剩下四目 所以这个靠 这一二三四 白棋还有五目 这棋子呢 收棺呢 应该靠 白棋如果不走 黑棋走 本身呢 是要立 这个棋子的大小呢 我们来数一下 白棋一立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九十一 十三目 立下就十三目 被它一靠呢 就只有 一二三四 只有五目了 差八目 白棋差八目 黑棋差一目 黑棋这充档 黑棋差一目 八加一 这个棺子呢 九目 这个立是九目 收棺的时候呢 要看着这部靠 本身是九目 那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 换一个 来看这个 这是 棺子谱上的 比较久了 我们来看 这儿的变化 这儿的变化呢 还是比较复杂的 黑棋呢 想在这地方出棋 那第一杆呢 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尖 尖这一步 但是现在你尖呢 它有个吃 你正好没用 你不能扳 你扳这个 它一打 接不归 哪边都不入气 所以不能扳 有点想退 但是你退 这个它就提着 你现在正好来不及 你如果扳这个 它要挡住的 还好办 你挡住的话 一打就打结了 但是你扳这个 它能吃这个 它这儿能入气 这上边的空的一气 所以它不能扳这个 不能扳这个 不能 那它紧这个怎么样 紧这个 那白棋就从这边 白棋就有力 这儿可以吃 这儿可以吃 所以这几个是死的 这边是掩杀 这边呢 一个打 这些黑棋呢 全死了 所以两边呢 都不能走 所以这边不能走 这边不能走 那这个黑棋死了 那现在这招不成力 想呢 那别的也没了 力也不行 退也不行 那这样就不行 如果扳 你倒是可以试试 因为扳的话 它如果挡 你就可以退了 挡就可以退 现在呢 黑棋这儿不入气 这儿要打结 这黑棋麻烦 只有打这个结了 黑棋把这个提了 白棋一打 白棋提的 这个黑棋一打 这里边就出棋了 所以你吃这个 它有退 现在吃不掉 你补这边 你只有补这个 你补这边 那它结这个 这下这一团死了 成打结 打这个结 这下白的麻烦 但是你搬这个的时候 它又打这个 但白棋呢 不能挡 但白棋可以吃这个 吃只有结 你走别的没用 你搬它一打 这个还是个结不归 所以你搬这儿 它又吃这个 那你如果接这个 也没用 它从这儿吃 虽然这边 虽然不入气 它可以从这儿打 黑棋还是没用 黑棋搬这个 它有个提 一提 这四个已经提起来了 这俩呢 不是打结 一提是提俩的 所以没齐 所以肩这个不行 肩被一打呢 是没有齐的 那它呢 就想着肩这头 肩这头 就看你 你如果打这个 它长 你现在如果吃 这时候它扳 挡不住了 挡住一打 成打结了 这样成打结 那你如果弯 这都没用了 弯它长 现在死了 所以这一般呢 就出齐了 这边不入气 吃不进去 你不能打这个 所以它肩 你吃 它长 你现在如果吃这个 这黑棋不要接 接被一打 就都死了 但是你现在吃这个呢 它就搬这个了 现在白棋呢 要想吃这两个呢 这头也不入气 这头也不入气 那这两个黑子呢 就死了 就是这个肩 所以肩 它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这个 它就想吃这个 吃这个 刚才如果吃这个 它有力 你吃这个不说了 它有跑 那就吃这个 吃这个呢 它也力 它也力 你如果扑 那它也不要提 提的是打结扑 它是扑 怎么也不够气 它呢 你吃这个呢 它也可以单扑 你现在你要吃它 它就接入 还是不入气 这边不入 这边不入 所以现在一尖呢 就有齐了 白棋 这步不能吃 有肠 这步不能吃 那这步不能打 这步一打 它一扑 就都有齐了 那靠也不行 靠它就一打 也不行 那么这样一尖 那就有齐了 从棺子的角度呢 它还是气 气掉这几个 它就是吃 吃了就立 它提了 它扑 那黑棋呢 可以把这几个吃掉 注意这步 尖 这是要点 立这步 也是想下的一步 立这步 但是你立这步 它有靠 立它靠 那正好 怎么下都没齐 你打这个呢 它打这个 那你提了 它提 这两边呢 都没齐 所以立不是个好感觉 所以起呢 就是尖这个 或者尖这个 一般是尖这个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 尖这个就可以把这三个吃掉 好 我们就休息一下 继续给大家讲 下面我们继续来研究棺子 先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呢 是比较常见的 收关的时候 一定要打 不要走这个 一定要打 它接了 再长 它挡 这时候呢 翻 它不能打 它打的话你打 提了打 这成打结了 所以它只能吃 它只能吃这个 你就打提 这个棺子呢 好说 就下成这样 一二三四五 在这一排呢 是五木 如果单斑 那它会虎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在这一带是八木 一二三四五 还有这一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木 这样呢 白棺是九木 如果打了长 这两木不算 从这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是七木 打了长的话 一挡 白插两木 一二三四五 斑 跟打 白亏两木黑棋 所以这棋一定要打了长 那白棋呢 如果收关 也是要把这个虎住 接 根据 如果说死活没关系 就接 死活有关系 是虎 不管接还是虎 它只要一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呢 就有 加上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样是十木 如果给它打了一长一挡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加七 一共插了三木 一共插了三木 这都一样 所以这个接呢 是逆收三木 木数呢 从这开始算 这开始算 因为呢 黑棋一打一打一长 黑棋呢 一打一接 一长一挡 从这个位置开始算 一二三四五 这样是五木 如果你补 那就一二三四五 它就多了三木 补哪个都行 多了三木 这棋子呢 由于这步呢 是逆收 因为黑棋打了长 那是先收 打了长 逆收 所以这步呢 是六木 就打逆收三木 那大约是六木 所以这个补是六木 白棋 黑棋如果不走 白棋要看呢 有没有机会 要补一个 是六木 走这儿也一样 立这儿也行 它吃粘 长挡 也是一样的 它挡 就把它吃掉 逆收三木 这是棋子 逆收的时候 好 再来看呢 这个 这个呢 其 有个靠 有个靠的手段 它接 你就可以拐过 它现在组不断 它挡又冲 吃不进来 这四个就死了 有靠 它接 你就能拐过 它如果顶 你有扳 这样扳 它吃 你就接住 吃就接住 没问题 它这儿不入气 这儿不入气 这边也不入气 所以这几个就跑了 是应该靠 靠呢 就比加好 你如果加 它就接 那你度过 它一打 你还得接 这样就 它这儿呢 就有木 应该靠 就这个形状 再来看 这个旗形 这个旗形 冲不好 冲它挡住 这里边没旗 那就全部是白旗的木属了 所以这旗形有个靠 不要靠这边 靠这边的话 它有个弯 没用 它有这个弯 所以不要靠到这边 要靠到这边 那它打的话 你就一打 这样呢 就有打结 靠这边 这个形 这一类的旗呢 那就还有这样的 也是 就是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形状 如果说 它有先手斑的时候 比如这样的旗 它有个先手斑 这个时候呢 黑旗呢 就要防止它 无论是先 防止它先手斑 它一斑 你只有打 它接 这还有吃 你就得补上 所以这个形状也一样 这形状呢 就有这部靠 那手管 来靠这一步 它吃 你就打 不走 打 这就有个打结 就是一二多妙手 说的就是这个 二一多妙手 这个拖 拖的时候 它是不能扳的 因为它如果扳 你就扑 它提了 你再扑 它提了 提了你扑 这样呢 它 关子呢 这一袋 木没了 这是其中一个方案 但是你呢 还可以这手打 就看结材情况了 接你吃 这个结白旗也非常重 吃了这一团呢 全死了 但是呢 如果打书结 打书结的话呢 黑旗不是补这个 白旗不是补这个 白旗呢 是吃这个 白旗就可以把这个吃掉 来破这儿的空 那实在呢 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根据情况来判断 这个打结能不能打赢 有个靠的问题 靠这时候打完 打这个结 如果打不赢 你就扑完了 扑完了 再扑 这个也挺大 它提了 它不能提了 它再提是后手 你扑了 你只要把它眼位扑完 再扑 它这就变了 它不能提了 再提你打 它还得接你提了 这个呢 把它目熟破的也挺多 因为本来 一二三四 白旗 斑斩的话 有五目 现在呢 是吃了两个 吃了三个 现在呢 吃了三个子 那剩下三目 三目 但是这个子是没有的 那是三目 这地方呢 它少了两目 但是黑旗要靠 那当然一定要注意 你结材呢 是有力 才靠 如果肩材没力 给它斑 这时候呢 也能破掉 它两目起 但是这个关子的 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收这个关子的时候呢 一定是逆收两目的 就是后手四目 应该说不是很大 所以现在呢 所以呢 一般拖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点 结材 看看结材呢 够还是不够 这是靠的手段 那这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也一样 这个形状也是靠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这个形状的收关 这个形状也是常见的 这些当然都不好了 你搬它有跳 这是好形 搬它就跳 你现在断没什么 断它就接 接这个 接这个都行 你是逃不回去的 你现在挡 它就接 你搬没用 搬它打 这是接不归 连不回去 接一打 你搬不好 不是个好感觉 当然黑棋搬的时候呢 白棋呢 一定要跳 不要下这些棋 这个棋呢 很危险 下这个呢 正好被它一顶 你还不能打 你打的话 它一断 打也行 这都要死了 你提了它长 本身就已经死了 你现在只有接回来 接回来 被它一打 这个白棋不行 所以搬就跳 没有这样的靠的手段 你靠呢 它就打 你断它接 没起 所以搬是不行的 那这棋就是要点 单点 白棋不要顶 就经常在顶的话 给它一搬 这样就还原了 不要顶 虎也不大好 虎的话 它是单搬 不要断 断给它一打 还接不上 是个接不归 所以点虎的时候呢 单搬 白棋不好下 白棋打的话 它这就有打 这下麻烦 这有个铺 所以白棋 就看这俩要不要了 一般还会接回来 接回来黑棋 走这个 白棋呢 还得走 还得接 所以这个点呢 很厉害 那点呢 它如果接这个 你可以斑 你打就接住 不能接 接的话 它有断 你不能吃了 一吃一打 它是个倒铺 这样 白的要死 那白的总的说来 这个是接不回来的 比如下成现在 那就只有接这个 这个接不回来 只有接这个 那它被它吃掉 再来看这一步 挡不挡 如果是准备挡的话 如果准备挡 这个也没必要铺了 铺也不用铺了 它收你就接 就形成这样 一铺了就损了 那就点虎斑 你就接 它收气 你就接住 那这个铺一个 它损一幕 因为本来是要单粒的 单粒 它也是接 这时候你就不要去 铺一下了 这个样就会损一幕 加虽然能破 加不大好 加它接 你长它接 这样度过 这样还行 但是你长的时候 它有个粒 你断它吃 这样不行 两头呢 不够气 你加度 那木破的少 给它一吃一吃一接 这样摆起 那木 那比刚才就明显的大 水质气应该点 黑漆断也不行 黑漆断的话 它打这个 跳这个 这个都可以 打这个呢 黑漆呢 可以打这个 这不是要点 在顶 那白漆 只有接住 那黑漆打 白漆接 但是黑漆这漆损了 自己跑里边铺了一个 接 这样呢 就落后手了 所以这个断不好 那手关的话 这就是要单点 单点来破它的形状 如果接 你就斑粘 接呢 还可以 尖 这是一样的 尖也可以 那尖这一步 它要挡不下去 它挡不下去 它挡下去 就断 它吃这一步 你就接住 它吃一吃 这是个道铺 吃这个不行 那吃这个也不行 吃就接住 这两边不入气 这串白的呢 还是死了 所以它挡不下去 但是挡不下去的话呢 它可以虎 你再度过 这时候你就看呢 这步尖不好 就不如走在这 这步是先手 尖呢 就变成后手了 所以正结呢 还是点 它接住的话 就斑 它挡不住 挡就接 它这个接不出来 这个形状的下方 下边呢 再来看这个旗形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在实战中呢 见的非常的多 那很注意就是 不要接这个 接这个的话 给它一斑 你只有坐眼 这是一二三目 别处都一样 白旗接这个还是先手 别处都一模一样 你白旗接还是先手 你得团住 黑旗是三目 所以这个形状呢 当它拐的时候呢 一定要立 一定要立 就是说它吃这个没有 吃就接 成就挡 没有 所以它还是挡 挡的话 你接住 这样一二三 这样是五目 这样就白差了两目 所以这个位置上呢 一定要立 当然你注意啊 这起紧的不行 这起紧的呢 一打一接一立 这有个经济独立 这起紧的不行 当这起松的时候 你就直接立 它现在这步是没有这样 没有打这个 它还是只有挡接住 这样是五目 这样官子的话 就白插两目 好 今天这一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记者 李宗宥 你 谁 在这边 优优独立